大家好 欢迎观看故事有料 今天有料君跟大家聊聊世界最冷城市的故事 说到最冷的地方 大家都会想到北极 北极圈附近不乏世界名城 如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 前苏联最大军港摩尔曼斯克 挪威北极之门特洛姆瑟 阿拉斯加航空港安克雷奇 格陵兰岛首府努克 全是地道的寒都 但世界最寒冷的城市却是雅库斯克 雅库斯克是俄罗斯萨哈共和国的首府 建于1632年 别称冰城 距北密洋极近 全城建在坚如岩石的永久冻土上面 表面1.2米厚活动土层 东洞下戎 木桩必须深深扎入活动土层之下 自来水管也铺在路面 以免一洞一戎而破裂 还要一路设加热站 沿防水在管内冻结 这里的门窗要设三层到四层 防止冷气侵入 冬天人呼出的气 可听到立即变成冰茶的声音 汽车轮胎走不了多久就颠裂了 钢铁如冰一样的脆而易折 人造葛鞋底在户外十几分钟破裂 尸体埋在活动土层以下 永不腐烂 几万年前的猛马像尸体出土时 新鲜如出 即便如此 雅库斯克依然居住了将近30万的人群 他们常年生活在这里 虽然很冷 但他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和气候 这里没有太多现代化的设施 多数人仍旧依靠着烧煤或者烧木材来供给热力 如果用电发热的话 也是需要依靠煤炭来发电 一旦没有电 这里的人们会在五个小时之内 全部陷入瘫痪的状态 甚至这里的水管都会被冻裂 这样的生活看得出非常的艰难 但这座城市的居民并不觉得这样 反而乐在其中 当地人特别爱喝酒 这也和当地的寒冷气候有一定的关系 喝酒有助于暖身子 有的游客去这个地方感受了一次极寒之旅 看到当地人可以仅配一根酸黄瓜 就能喝下一整瓶福特加 酒量十分惊人 虽然外面非常的冷 但也挡不住人们日常的出行 在这样寒冷的气候下 人们出门必须全服武装 即使这样 眉毛和眼睫毛 都还是会结上一层重重的冰 居民们每天也需要去菜市场采购食材 以满足生活所需 虽然室外温度已经接近零下四十度 可菜市场人却不少 但是你会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食材非常单调 很多菜贩子的摊子上 只卖一种东西 那就是当地的特产 冰冻鱼 冰冻鱼在雅库茨克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 是因为当地寒冷的气候所导致的 虽然菜场上的大多是冰冻鱼 但这些鱼却非常卫生 因为严寒的气候 已经把鱼冻僵了 也冻死了细菌和寄生虫 在当地有一道菜特别有名 叫做生冻鱼片 这道菜对冻鱼的要求很高 鱼在冷冻的时候 必须要保持一个顺直的状态 这样才容易切片 这种生冻鱼片 吃起来特别像西班牙火腿 将在室外冻好的鱼拿进屋中后 立刻要切成薄片 不过鱼皮时要格外注意 要在每一层中 都保留一层薄薄的皮下脂肪 这里富含有益心脏 和延缓衰老的脂肪酸 生冻鱼的美味是调配出来的 盐、黑胡椒 必须以1比1的比例混合 这也是大部分家庭的主要食物 但是如果想要吃水果蔬菜的话 人们只能是去进口 但是这样的话 价格都会很高 当地人也不会舍得花钱去买 即使是这样 这里人们会觉得自己生活的 特别安逸和幸福 许多人说他们热爱这种气候 渴望着过延冬 当地人 瓦伦经阿特拉索夫说 寒冷对你有好处 它能让你保持健康 能杀死细菌 我可以在莫斯科生活 但这里才是我想待的地方 这里可以狩猎和捕鱼 这儿的生活对于你们来说 看上去艰难 但我们拥有洁净的空气 干净的食物 蘑菇和浆果 我们很快乐 无论生活在哪座城市 人们总能在那里 找到生活下去的勇气 也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城市中 获得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好了 最冷城市的故事 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观赏 如果各位有感兴趣的题材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将完善频道 给大家介绍更多有料的故事 感谢您的支持